记者今天从中国实话获悉 我国首个海上采油平台5.5G站点 胜利油田三号海上采油平台5.5G站点开通 5.5G网络的投用 在对海上平台数字化升级 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 也为5.5G在海上覆盖提供了新模式 位于博海湾的胜利油田中心三号平台 做出海域水深13米 离岸十多海里 平台高36米 是胜利海上油田的生产中心和枢纽 这次投用的站点 在平台生活区作业区等人员设备聚集场景 构建了一张高速的5.5G移动通信网络 这个平台的5G信号升级为5.5G 它用三载波举合 比原来的5G的载波要大了很多 随着油田数字化转型的推进 对海上平台生产作业数据 视频影像信息汇集数据传输的实时高速率 提出了更高要求 5.5G相较于5G 能够在容量 速率 食盐 定位 可靠性等方面实现大幅提升 胜利油田中心三号平台 5.5G网络的投用 极大增强了海陆信息传输能力和质量 满足了海上平台移动性 高传输实时性的业务需要 5.5G加海上平台行业应用 不仅为我国智慧油田建设赋能 同时为海上的渔民 包括政府海事局的巡检 海上的风电 智慧养殖等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中国联通已经实现了 山东3345公里海岸线5G全覆盖 下海平均纵深50公里 座员可达100公里 5G网络覆盖海域达6.4万平方公里 5.5G也被称之为是5GA 是5G的增强版 5.5G会比5G强多少 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呢 一起来了解 相较于5G 5.5G为我们带来最直观的体验就是快 实现了上行千兆下行万兆 从4G到5G 我们的体验提升了10倍 从5G到5.5G 我们的体验又提升了10倍 5.5G的数据下载的最高速率 将从5G初期的千兆提升到万兆 可以支撑扩展现实 裸眼3D等创新业务需要的大带宽 低时延和高可能性 随着万物互联对上行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5.5G的上传最高速率 也从百兆提升到千兆 能够支撑海量数据全面上云端 直播全民化 以及全息交互的对称体验等 5.5G作为5G和6G之间的过渡阶段 将更好的匹配人连 物连 感知 高端制造等场景 孵化更多的商业新机会 例如在元宇宙 车联网 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 5.5G将发挥重要作用 推动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 随着5.5G技术的逐步商用化 它将带动工业互联网 元宇宙 智能 网联汽车 生成是人工智能等行业的发展 目前各大运营商加快推进5.5G布局 支撑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 中国电信率先启动行业应用场景验证 在陕西 上海等地 开展5.5G赋能矿山钢铁行业应用场景验证 中国移动宣布 今年将在超过300个国内城市 启动全球规模最大的5.5G商用部署 上海 杭州等地热点区域 当前已经完成千战规模的网络部署 并计划到2026年底实现全量商用 中国联通开展了基于5.5G网络的各种应用 打造的首个基于5.5G的超高清浅压缩编码直播系统 创造了直播领域全球最高上行码率记录 目前 我国运营商已经在国内20多个省份 部署了5.5G试点网络 未来随着5.5G技术成熟度大幅提升 其上行大带宽 确定性食盐 高可靠 和超大规模链接能力等优越的网络性能 将加速5.5G从产业共识走向商业应用 将进一步拓展5.5G在智慧交通 智慧娱乐 远程医疗等方面的应用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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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